马太福音21章12到13节 耶稣进了神的殿 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 推导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对他们说 经上记者说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当时圣殿的祭司允许商人 在圣殿的外邦人院 做买卖 贩售 献祭常用的牛羊鸽子 还有其他的祭品 又因为圣殿只收特殊的钱币 来缴纳圣殿税 所以有兑换银钱的人 为那些外来朝圣者提供方便 这类买卖商业行为 表面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但实际上有一些严重的弊端 第一 因买卖是在圣殿的范围内进行 神圣之地因而被污染 第二 占用外邦人的院子 剥夺了外邦人敬拜的权利 第三 因祭司和商人勾结串通 祭司给予商人各种方便 而商人高价剥削 然后分暴利 这是为什么耶稣进入圣殿 看到这种情形 那样的愤怒 因此要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 推导对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圣经上记着说 我的店必称为祷告的店 你们道使他成为贼窝了 这一节引自以赛亚书56章7节 和耶利尼书7章11节 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 个人的祷告 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神的店 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祷告的人 马丁路德说 我有那么多的事物 以致我每天若不花三个小时去祷告 便应付不了 许多的属灵伟人 比如约翰·威斯里 克里·威廉等 都是祷告的勇士 团体的祷告 教会是祷告的店 所以教会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祷告 祷告